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境界是独处 人这一生不需要太多朋友 学会独处才是最重要的修行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与其花费时间与精力 在酒桌上拱筹交错 去结交一些无关痛痒的朋友 还不如学会好好与自己相处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能成大事者早已不假装亲近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延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近日一个专心打坐的小男孩火了 休息时间 夏令营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们 或坐或躺 拿着手机玩得不亦乐乎 只有一个小男孩 双腿盘坐 身子挺得笔直 面色平静 打坐养神 几乎所有网友都给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男孩正面评价 有评论说 孩子不必假装合群 多看书 多做自己喜欢的事 长大后自然会被刮目相看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 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 而是因为 在他周围 找不到他的同类 是啊 当没有办法与周围的人达成共识时 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在独处中完成深刻的自我成长 优秀的人通常具备这样一种能力 当周围的人都在做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不符的事情时 优秀的人敢于与众不同 敢于不合群体 心怀目标 默默耕耘 提升自我 不合群是对梦想的执着和坚守 综艺节目 德云斗销社开播 德云班主郭德纲和一众徒弟们 相爱相杀 高能爆笑的真人秀 燃爆了粉丝们的热情 收视率节节高升 节目的发起者 幽默善变 众心拱跃的郭德纲 却常常在媒体面前 谈起自己是个不合群的人 于谦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爆料 他不大合群 不大愿意出来跟我们一块玩 是个典型的宅男 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在自己的书房里 看看书 写写字 听一体戏 或传统曲艺 生活堪称乏味 可他却乐在其中 津津有味 在一次接受朱丹采访时 郭德纲说 我在家的时候 两层全是书房 能不让人上来 就不让人上来 我自己写字 画画 看书 七点茶 点一只香 无比快乐的事情 人的一生很短暂 能够潜心学习的时间 只有短短几十年 平庸的人 把时间 花在看似热闹合群 实则无用的应酬上 优秀的人 挤出空闲 将记忆千锤百炼 所以才有了 会说六百段相声的郭德纲 才有了聚集一大批徒弟 与粉丝的德云社 才有了在创新中 走向传承的相声文化 华语影坛流传着一句话 一年一影帝 百年周星驰 这句话足以概括周星驰 在影坛和影迷心中的地位 喜剧之王 他无厘头的表演风格 影响了几代人 电影的艺术生命力 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周星驰现象 这样一个出色的电影工作者 业内人士评价他生活中 是个不善言辞 性格内向 内心情感丰富 但是不容易表达的人 毛顺云谈起周星驰 周星驰这个人很怪的 以前我们都想着 自己做好演员的本分就好了 但他不是 总是要求改剧本 现在我才明白 他只想着如何把戏拍得好看 我们常常会在意人际关系 他不会理这些 巩俐与周星驰合作 唐伯虎点秋香 这样评价唐伯虎 风流不羁 只是外人对他的误解 从他的诗话中 我看得出 他是个用情专一 真情真义的男子汉 星爷对他说 我感动得有点想哭 当遇到理解自己的人 周星驰会特别感动 使他者重 知音难求 有多少优秀的人 是在默默耕耘 提升自己 这种职责与坚守 有时被误认为是不合群 而灵魂独立 与性格孤僻 是两码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 做一个孤独的人 只给了你时间去思考 去寻找真理 高攀不易 低就更难 比起孤独 优秀的人 更惧怕低水准的雷同 低水平的合群 无异于引咎止渴 成年人的利益阶层 划分明显 社会阶层 成道金字塔形 层次越高 人群越少 要合什么群 采用怎样的方式合群 融入群体后 能给自己带来 什么样的收益 值得每个成年人 思考与掂量 亲人曾写下饭局 自笑平生胃口忙 朝朝事业总荒唐 许多世上辛酸味 都在车臣马足旁 现代社会 很多人把参加饭局 当作合群的标配 认为很多人聚在一起 吃吃饭聊聊天 就能交换利益 改善境遇 殊不知 群体内部的利益交换 都是建立在 个体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你以为的合群 可能只是单纯的集会 你以为的朋友 不一定真的靠谱 一个自媒体作者 说到这样一件事情 他回老家 见到了很久没见的 小学同学 久过三巡 同学向他抱怨 坐山里的货车司机 遇到的种种危险和困难 问他为何一定要 从事这样的行业 他说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做 为了合群 有多少迷茫的年轻人 搭上了自己的前途 战国策 其策三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在大学生活中 合群是一个重要的词汇 一个宿舍 过半数的人喜欢打游戏 那剩下的几个人 不打游戏 就显得不合群 为了融入这个懒散而快乐的群体 小伙伴们干脆组队一起玩 结果当其他学生 抱着沉甸甸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或找到好工作时 这个宿舍的学生 只能收拾行李 回老家 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人都是有惰性的 一个人懒 就会带动两个人懒 两个人懒 就会带动一群人懒 乌合之众有这样一段话 人一到群体中 智商就严重降低 为了获得认同 个体愿意抛弃是非 用智商去换取那份 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勇敢做自己 融入高水平圈子 高水平的圈子 能给人带来进步和成长 将人生提升一个高度 融入高水平圈子 无捷径 唯有修炼自身 要如夸父追日一般 奔向自己的梦想 奔向自己的部落 张雨琪 被网友称为 娱乐圈的人间清醒 铁憨憨 前前夫王全安出轨 他留下一句 祝你好 祝我安 转身潇洒离去 前夫圆八圆 婚内欺骗 家出言不逊 他气得拔刀就砍 二话不说 离了婚 娱乐圈的婚姻 向来众说纷纭 这次网友们 却出奇地一编导 都支持豪爽 洒脱的张雨琪 自信 独立 不惧流言蜚语 活出真实的自我 在当今 为了巨额利益 和稳固人设 而伪装性格 隐婚隐离的娱乐圈中 张雨琪的敢作敢为 敢爱敢恨 是一股清流 谁都相信 张雨琪有魅力 却开启一段新的美好姻缘 有能力创造一部 更好的作品 有资格去融入一个 更好的群体 做更好的自己 才配得上更好的圈子 2020年6月 张雨琪被邀请参加 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档综艺节目 召集了表演 主持 歌唱界的 30位杰出女性 她们勇敢 自信 独立 真实 探索生活的意义 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有了更好的圈子 靠近了一群 同样优秀的人 张雨琪从容自在 努力成长 大放异彩 奥斯卡王尔德说 太多人活得不像自己 思想是别人的意见 生活是别人的模仿 情感是别人的引述 做你自己 因为别人 都有人做了 一个人的真正成熟 从了解自己 做自己开始 请回归本心 勇敢向前 如同厨英 舒展稚嫩的羽毛 带雨一丰满 向着属于自己的天空 展翅翱翔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